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就是有藍絲斥資了過百萬港幣 去到惠州的一個商場買了一個店 現在發現到 原來商場就變得好像一個廢墟一樣 這名藍絲對記者哭訴 說信錯政府 現在隨時血本無歸 至於第二宗消息 香港電台遭到清選 廣播處長梁家榮提早解約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一下藍絲上當的這宗消息 這名藍絲 其實就是一名的中年婦人 據他自己所說 就說他是瞞著他老公 買入了惠州一個商場的舖位 因為他老公比較聰明 就說不同意他 回大陸買舖位 雙方還曾經因為這件事發生過爭執 但是由於這名中年婦人 他的貪念實在太大 於是都是落了搭 這名中招的中年婦人 就是52歲姓楊的女人 在店舖中任職銷售員 多年以來都是很勤力賺錢 曾經一個星期工作七天 年終無休 慢慢累積了過百萬港幣的退休儲備 在2014年的時候 他去了一個 大陸發展商在香港舉辦的展銷會 發展商當時聲稱 會提供六年的穩定收益 回報率高達33% 而且聲稱 已經有不少品牌進駐 包括國美電器和星巴克等等 這位52歲的楊女士大為心動 於是落我搭 當時他買了一個 號稱價值160多萬人民幣的鋪位 發展商當時承諾 會向他提供六年的租金保證 頭四年直接從樓價當中扣減 所以他給發展商的錢 不是160多萬人民幣 是116萬 至於第五六年的租金 就會按月支付給這位中年婦人 他最後就買了 事實上他收不收到 所謂的保證的租金回報 是有的 在2019年2月的時候 發展商就向他每月付的租金 當時是7252元人民幣 到了2020年1月還加到8461元人民幣 一直到10月底 即是去年 租約期滿 他一共收了164300多元人民幣的租金 直到去年11月 他就看到商店開始陸續遷出 然後 商場 地下的電力和通風系統 遭到拆走 現時 整個商場就好像廢墟一樣 而且 亦都沒有間到任何實質的舖位出來 總之 全部就是打通了 現在 這位楊女士就說 在疫情下 就沒有辦法回大陸追究 發展商的 職員更加是潛水 電話又不接 信息又不回覆 他就不斷在信 就說信錯政府經常叫人回大灣區投資 最終他的血汗錢就被騙徒騙了 那實情這些人都是不抵可憐的了 現在他就哭苦哭忽慎到樹葉都下 總之他就苦過梁天來慘過金業局 現在就說信錯政府 開頭他有租收的時候說很開心 現在你投資失利了 竟然又賴政府 實際不是幫政府說話 這些就叫做牛不飲水 就不禁得牛頭低 沒有人找一支槍指著你的頭 去大灣區投資商舖 而且這些商場裏面的舖位 不是地舖 更加愚蠢 這些情況基本上都是屢見不鮮 莫說大陸 就算在香港 有些商場 劏出來的舖位 即是俗稱劏場 那些發展商都說會向那些買家提供什麼 保證的租金回報 即是說頭幾年就保證 你會收到多少錢的租金 一般來說 這塊錢也很大 正如這位楊女士 她曾經收過每個月7000多人民幣 甚至去年還升到8400多元 但是大家用一下腦袋也知道 這些叫做羊毛出自羊身上 這些人毛出自人身上 告訴你 那些租金是從哪裡而來的 又是你自己那塊錢吐出來的 因為就是從你那百多萬人民幣 逐點撕回一點點 給你這個意思 其實香港的劏場都是這樣的 什麼保證的租金回報 回報那塊錢就是從你買舖時的成本包了 不過沒有的 香港也有很多那些主婦中招 她貪什麼呢 就是貪整塊錢不是很大 又是跟這個女人買那塊一樣的 百多萬百多萬 有些甚至乎 捱近一百萬都不用 八九十萬都照顧你 你到時候買了那些舖位 到這個所謂的租金回報期完了之後 你就知道中招 到時候就遲了 這個世界哪有那麼大隻甲拿 隨街跳才行 但是往往人就是不理性 在那個利益面前就是不理性 就變成會中招 稍為理性一點都不會落答 這些東西是不是 指定租金回報 如果他有得賺 他不會賣個牆給你那麼笨 為什麼他自己不租出去 他要益你 是不是 好了 再說一件事 隔山買牛也是最忌忌的 原來這個女人在買過舖位之前都沒有上過惠州看過這個舖位 他就已經給了錢 得到他所謂的性格成為業主之後 他才去惠州出巡 才去看 你就已經是遲了 你都不知道坐向 又不知道各樣的東西 你是怎樣 你就一直在看圖 看別人告訴你 別人告訴你 那個願景當然是美好的 你是要親身去看 而且看到的東西都叫做眼見 未為真 剛剛才 尤其是不單止現在說買這些舖位 買樓也是 有很多英國那些發展商 找了一些人做經銷 那些經銷的人 當然是在香港那裏 在那些酒店擺展銷會 一定告訴你那層樓 是怎樣 怎樣正 怎樣好 他不會告訴你怎樣的 而且他還告訴你 如果你能夠租到這間公寓出去的時候 就會有多少回報率 如果買英國那些樓 你打算拿來炒 打算拿來租 那個回報率是不高的 你省得好 不過這件事就已經不是今天這個話題之內了 我們不說 有機會再說 說完第三件事就是 其實你在商場裡面買舖 如果那些業權分散得那麼厲害的時候 就完全是不值得投資 這個我講的 為什麼呢 一個商場 如果是業權集中的 是由單一發展商來 去統一管理的話 他又可以管理了 到底整個場的主題是怎樣 開放時間 時間關閉時間是怎樣 他又可以 有一個更大的壓力 來邀請 那些大鋪來進駐 等等 這個是必然的 如果你是一個商場 業權分散到這個樣子的時候 其實就很難來做到管理的 因為大家都那麼高那麼大 我又佔一份業權 你又佔一份業權 到底聽誰話事 到最後就是沒得話事 所以就算香港有很多劏場 一完結了這個租金回報期之後 就是變成死場 甚至乎由頭到尾都是死值的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再中這招 有時候我看到也不知道 說什麼好 不過沒有的 人呢 一入這些鋪位的時候 就很心紅 就覺得自己的投資決定一定是對的 得到他撞了板的時候 就在這裡哭苦哭忽了 所以是不用可憐的 人也都不抵可憐的 你就算勸告他也沒用的 你告訴他這些是撞板也沒用的 因為他買的那一刻就覺得這個決定是為之對的 他比你厲害的 那就讓他厲害的 他一定收到的 那個所謂指定的租金回報 收完之後就收皮了 很多都是這樣 或者不收皮都可以 鑑平鑑賤租出去 都有的 那些劏場就是這樣 不過去年的市道差成這樣 有沒有人租的劏場就成問題了 說這些業權分散的商場 其實 最成功的就已經是先達的了 因為他曾經做過這個 投機炒賣iPhone的雜散地 全國的人都湧到這裡 來買iPhone 所以就讓他們的 價錢是可以炒賣的舖位 炒到風生水氣 但是當那個 炒賣iPhone的熱潮過了以後 現在的舖位的價錢都已經剩下了 所以 如果真的去買那些 所謂商場裏面的 舖位就要千萬小心 一定是要放高床板 想清楚 你才會下注 因為這些是為之商場裏面的舖位 不是說那些街舖 或者叫做地舖 當然 買得這些商場舖位 他無非就是貪圖 一次過付錢 不是那麼大 百多萬 百多萬 因為街舖沒有八位數字 就跑不掉了 如果是好的地段 所以 很多人就是貪圖說 百多萬可以做到一個商舖的業主 但是商場裏面的舖位就不同 街舖的 一定要想清楚這些東西 好了 說一下這個香港電台 昨天這位廣播處長梁家榮 提早解約 已經 離職了 其實這個解約 我視之為是一個名字 品明了他的志向 他在前一天還說 停播BBC的決定是他作出的 但是 我想作為一個正常人 你也不會相信他這個說法 他擺明是硬吃的 即是哪一個作出決定 很明顯是背後有些人 上邊來的作出決定 所以梁家榮在第二天就已經說要提早解約 其實整件事很清晰 不過仍然有些人還在罵 譴責梁家榮 又說他怎樣出賣你 好心 用腦子都知道不是他可以說的 而且梁家榮做這個廣播處長這幾年間 他都幫忙擋了很多的壓力 我覺得這個算是不錯的廣播處長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好罵 他作為一個廣播處長 你很難要求他做到一個完全的黃絲 或者完全站在一個反政府那邊 這些是天方夜譚 他作為一個廣播處長 他最多做到的事就是作為一個援衝 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可能上邊有些東西壓下來的時候 到他手執行 他就隻眼開隻眼閉 甚至乎是陽奉陰違等等 他都已經叫做了事了 有些人的要求是很過份的 叫他說 總之他不站出來反政府 你也要屌他 這些是離譜的 你怎麼會作出這些要求 如果他像你這樣做到那麼黃 或者做到那麼反政府 第二招被人兜了 他就不能做廣播處長 這些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 這些事情是 而且在他任內 比如說這些鏗槍集 那些節目 都做得很好 你還想怎樣 我覺得他已經擋了很多壓力 就知道現在這一刻可能他都覺得擋不住了 或者他都已經是發揮不到他認為有的作用了 他就離任了 我覺得是可惜的 現在你罵他那些人 終於求人得仁 換回政務官上去做 換回民政處的副秘書長上去做 你是不是覺得很開心呢 罵他那些人 罵什麼呢 不是說一個人 他不夠黃 要屌他 這些完全就是 荒謬的 其實大家就心知肚明 到底背後真正操盤的是誰 梁家榮只不過是一個台前的代表人物 只不過那群KL 他們就沒有膽來去 挑戰或者是批評幕後真正操盤的人 就變了罵這個台前 好啦 現在連這個任期都沒辦法做得完 提前解約的 是很可惜 好啦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